大家好,這邊是泰林公司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款紅外線溫度計 叫做DIT518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量測範圍是從-50到整的1550度 正負物差規格是正負1.8度 這機器其實使用方式很簡單 只要扣下板機,它就會去做量測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扣著板機,它就會去做所謂的量測 一般來說,這機器其實使用方式很簡單 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功能 可以看到,我按下set鍵 set鍵的意思,我們現在進入set模式 第一個設定的set模式是所謂的反射率 一般來說,紅外線量測的反射率會固定在0.95 我們這邊就不需要去做設定 如果你知道量測物體的反射率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上下間去改變它 好,那這個可以看到它會有一個鎖的意思 就是說我的板機需不需要鎖定 如果我的板機是鎖定的 它就會自己連續做量測 我就不需要一直扣著這個板機去做量測 好,那這邊就是改變你的量測單位 度C度F 好,那現在它回到了一般的設定模式 那其他還有的所謂的其他的功能 就按中間這個 好,剛才它的讀值是最大值 那現在按下切換到最小值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差異比 另外好,剛才的量測值的平均溫度大概是29.5度 好,這個意思呢 這個就是你量過多少 它就會警報 這是所謂的警報上限 那一樣是透過這個來做設定 那就看你的需求 看你需要它量測高於多少 它會怕出警示 好,那就假設是690.5度 好,那再按一下 那就是低於多少它會警示 好,那就6度好了 好,那我下一個功能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記憶功能 記憶功能必須搭配按鍵組合來做記錄 OK,好 先扣下板機 讓它去量測 按下記憶 它就會寫出第一筆資料 好,那我再按一下 這時候它就會寫出第一筆資料 那如果我需要做記憶的刪除的話 那我就同時按下這兩顆 好,它發出B之後呢 那就是表示它的記憶資料已經刪除了 好,另外這個TC就是所謂的熱電偶的插槽 你可以透過它插一條熱電偶線 它就會去做量測 OK 好,大致上使用功能就是這樣 它還有所謂的背光功能 好,這是開啟背光 這是背光關閉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標定雷射要不要開啟 好,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要知道我們在量什麼樣的東西 或是量測哪一個點 必須靠它來告訴我們 那這個是可以關掉的 那關掉就是按這個 好,可以看到它現在量測它是沒有 看不到那個雷射的 那按下去就打開 就看得到了 好,那大致上使用方式就是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算了吧 對,然後呢